你管我用不用排害法呢 这项独特的技术工艺 让吸铁城在潜水表圈里小小的火了一把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我是流行力 2021年吸铁城新款潜水表有4款 它们是ProMaster Marine系列深海汗降 光动能200米潜水表 还有这个ProMaster Marine系列AQUALANDO 光动能200米潜水表 还有ProMaster机械潜水表 最后是ProMaster Marine系列河豚亚洲限量版 不管是光动能还是机械机芯 都是200米潜水表 但每款的来历不同 下面讲一下这些表款背后的故事 我们先说说人们买潜水表的动音 爆款万表都是运动款 运动款主要指潜水表 潜水表之所以受欢迎 是因为强大的实用性 足够坚固防水能达到200米以上 能经受得住水压的考验的潜水表 在日常佩戴的时候 顺理成章地不受环境 比如说灰尘碰撞的影响 抖音上有一个德国大叔说 德国女性的车一般都是紧凑型轿车 而中国女性都是开SUV的 这从侧面说明市场需求的复杂性 SUV里比较招摇的是奔驰大忌和路虎揽胜 而真正的销链冠军则是丰田的轮放 皇家像树 鹦鹉螺 纵横四海 五十巡 海马三百 这些名字随着最近几十年豪华运动表的火爆成为最常提及的型号 更不用说几乎全系列防水的专业防水万表出身的劳力士 还有早年为海军做表的佩纳海也差点在万表知识的幻觉中成了现代潜水表的鼻祖 系列成的潜水表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潜水表流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作为运动表 长城配备金属链带或者橡胶链带免去了更换链带的成本 人们舍得超公价买爆款万表 但做正规保养的比例却特别低 也是这个保值公式闹的 真正大品牌的万表用户这些行为都会考虑到的 简单回顾一下潜水表的发展历程 潜水表的前身是防水万表 最早是用笼罩做防水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诞生的防水表壳 五十年代诞生的旋转表圈 七十年代诞生的排害阀 八十年代由技术取代了排害阀 一九九八年 西铁城推出首款光动能潜水表 ProMaster EcoDrive Professional Diver一千米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光动能饱和潜水万表 当然还有潜水表上各种各样的复杂功能 比如说深度计闹链 甚至还有驼飞轮等等 凡是历史上没有出过潜水表的品牌 现在出潜水表都属于蹭热度 有人说那特斯拉算不算蹭电动车的热度呢 还真不算 马斯克买下了丰田的一家工厂 开始造特斯拉 而西铁城则是在七十多年前就开始做防水万表了 这是在1959年 当时叫Para Water 劳力士是1926年推出豪式防水表壳的 西铁城虽然晚了一轮吧 但从万表发展史上看 西铁城也是很前瞻的 Para Water的问世标志着西铁城 开始逐步的将防水性能作为所有万表的标配 随着水费潜水不断普及 潜水技术也日趋成熟了 专业潜水员尤其是海洋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领域的潜水员 对能够承受更大水深压力的万表需求越来越大 这时 西铁城在1982年推出了钛合金专业潜水系列表壳 由钛合金打造 这就是1982年推出了1300米专业潜水表 为什么用钛合金呢 这里卖个小关头 现代万表上使用的技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但大多数人由于买表的预算都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 如何在这个有限范围之内造出最好的万表 是万表行业伟大的目标 专业潜水表要配排害阀 想到就能做到 但问题是排害真的只能用排害阀吗 这又是一个需要被想到的问题 特斯拉火爆全球与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思维有关 在万表行业 这个第一性原理让更多的人买到了性能优异的潜水万表 西铁城专业潜水系列第一款万表防水就是1300米 这是当时潜水表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深度等级了 这也是西铁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不仅如此钛合金外壳非常坚固 更耐锈食 无需配备排害阀 问题来了 防水1300米居然不用排害阀 这还是专业潜水表吗 排害阀是为了在含有害气环境中深水作业的饱和潜水员发明的 属于必要的安全功能 当万表被从深水带到水面时 它可以将害分子排出表壳 防止气体膨胀 把表径崩碎 关于排害阀的设计 业界有两派 一派主张通过排害阀释放害气 另一派主张通过特定的结构和材质释放 吸体成用的是钛合金 在肩部的钛合金表壳之外 还有一个四角表圈挡板 这个结构它就不需要配备排害阀 这也是第一性原理的应用 我用钛合金就解决了排害问题 你管我用不用排害阀呢 这项独特的技术工艺 让吸体成在潜水表圈里小小的火了一把 1300米的潜水表固然重要 但是大多数休闲潜水不需要那么专业 如果降低一下专业指标 就不用专业潜水器材的钱了 对吧 在潜水分表上也体现了各大表厂的思维成果 这就好比特斯拉杀进价格居高不下的跑车市场 现在人人都买得起电动汽车了 这个人人都买得起的电动汽车 就是吸体成今年的新款之一 光动能200米潜水表深海汉降 下面我们就专门说说这款表 这个深海汉降的外观 与1982年的传奇汉表 1300米专业潜水表很像 而且它的精髓也延续下来了 1300米的潜水深度 是为少数专业人士研发的高性能潜水表 产量小价格高 当时的售价就达到了18万日元 这个新款的光动能潜水表呢 将潜水深度调整为200米 价格调低到了大多数人都买得起的价格 4,380 在外面读发的专业测评里 200米是可以游泳的潜水深度 关键是深海汉降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吸体成传奇潜水表的魅力 深海汉降在设计上保留了1300米专业潜水表和独特外观 细节微调改进 加上了免维护的光动能技术 可以说是活着的传奇 有坚固而硬朗的外观 表壳采用无表尔设计 保留四角防护结构 旋转表圈的突凹设计 在湿滑条件下可以提供出色的抓握性 这个表壳是舒伯泰材质 但以现代技术呈现出出带幕相同的磨砂效果 触感独特 尺寸跟出带幕非常接近 46毫米的直径 但厚度减少到了14毫米 更适合休闲佩戴 除了在线出带幕的传统配色之外 还增加了米彩蓝和米彩绿 很有街头哈嘎风啊 突然发现好久没讲日本品牌的手表了 这一讲就杀不住闸了 由于时间关系 西铁城的潜水表就先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接着把另外三款新款潜水表讲完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下期见